84岁周伯伯独自一人居住 每天吃饭是个问题 拿到爱心餐券 他可以到第二市场 想吃什么自由选择 餐券上列明的13家摊商 都是爱心店家 一券到底 可以兑换任何一家的 其中一份套餐 以前推出的待用餐 几乎都是店家自行推出 这一次是整合十多家摊商的爱心 因为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 我们也希望他们多来 我们船长市长这边 回忆他们小时候 而且这些摊家都是拿过全国 这个优良 名摊名产 星级的这个摊家 来响应这样的一个爱心活动 台中市第二市场 已经有99年历史 许多知名店家都传到了 第四代甚至第五代 爱心店家集合爱心做工艺 这座即将百岁的老市场 充满浓浓人情味 大爱新闻的亚评 欧阳光辉台中报道